打台风了,连续下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雨了 今天我们简单的聊一下台风前,台风中,台风后,我们该干些什么 大家好,我是佛沙阿花将 又是下雨的天气,外面的船部被淹了 我是完全出不去 所以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聊一下台风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 一般情况我们台风分为台风前,台风中以及台风后三个步骤 在楼顶养花,尤其是阳台种植 无论你是养花还是种果树,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矮化你家的植物 您看,我家的植物都是这么高的 最高的一棵也就一米八九左右,还不到两米 我这个架子是两米多高的,所以它还不到两米高 矮化有什么好处,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台风的天气的时候就不用预备吹倒 您看,即使是长得最好的无花果 我家里的高度也不高于一米,都是矮化之后的 而矮化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营养传输 植物的根线拥有更短的距离,把营养输送给果子 虽然长得高大也是好看 但是在家在楼顶种植的条件允许,我觉得还是稍微的矮一点 经常有朋友问我,家里的植物为什么都是矮塌塌的,胖嘟嘟的 原因很简单呢,因为我经历过太多的台风天气了 我知道矮化对于跨盆种植的好处 如果你长得高,老实说呢,不仅容易吹倒,而且还容易吹断 最终呢,就损失惨重 我是经历过的,所以我知道一定要把植物矮化 那么怎么矮化呢?之后的视频我们再聊 就是我们的植物呢,平时要注意多补充点甲肥 很多朋友呢,总是认为甲肥没什么用 您要知道,如果你想您家的植物,木质化,或者是果子变色,转色 这些都是需要用很多的甲肥了 而如果甲肥不足,您家的植物就会 木质化比较慢的情况下,打台风是特别容易吹断的 当你长期的定时的用大量的甲肥去养您家的植物 再大的台风也不怕,有什么东西是含甲量比较高的 有机肥里面,比如倒壳炭,草木盔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像磷酸二星甲,或者是高蒙酸甲 这些都含甲量非常的高 这些呢,就是台风之前我们提前预备的 那马上我们就要台风了 天气预报告诉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就要来台风了 那么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一共是三个事情 最关键的就是去除林家花盆底下的这些托盘 这些托盘呢,平时呢,是给我们植物持续的补充水分的 有了它,我们的植物可以长时间的补缺水 但是呢,在台风到来的时候,由于雨水比较充足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托盘给去掉了 如果不去掉了,如果连续下几天的雨 林家的植物有可能是长期的雨水 而雨水没有办法去漏出去,那么最终就是植物的烂根 经常有朋友问我,下十天八天雨,那个植物烂根怎么办 其实呢,您只要把这个托盘去掉 那么林家的植物即使下半个月也不怕 如果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像这种架子呢,最好把它拆了 拆了,然后重新把它固定 当然,您也可以在当初弄这个架子的时候呢 自当地让这个架子进行矮跨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植物矮跨 其实架子也是有矮跨的 很多朋友呢,弄这些番茄的架子呢 西瓜的架子呢,总是喜欢搭得很高 以为很好看 但是您知道吗,打台风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吹倒 但是您看,我这个架子现在是纹丝不动 当然呢,如果林家的果树很高很高 面对台风呢,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把树木给弄断了 其第二步呢,就是把它移到被风的位置 或者是有遮挡物的位置 拿些固定的物把它固定住 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植物呢 在台风天,要不要松土 要不要提前松土 千万不要干这个傻子 因为呢,我们在台风的时候风比较大 我们的植物需要一定的捉土能力 如果你提前把土松了 的确,里面的水分以及空气呢 比较容易传输 但是呢,由于土太松 植物的根捉不住土养 那么最终就很容易出现呢 倒伏,折断等等这些问题 千万不要傻的不冷灯的 提前在台风天气呢,把土松了 最后呢,就是下完雨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 这里呢,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做的 这是什么事 就是喷什么药 下完雨之后,最好准备一些小苏打 一些洗衣粉 把它混合之后变成水溶液 如果有条件呢,加点杀菌剂 比如高蒙酸甲 高效福利清脂汁 或者是晒虫禽等等这些药物 我们有两个事情一定要做的 一个杀菌,一个杀虫子 所以下完雨之后赶紧喷 如果你是在家里没有 你就准备一些小处的 加些米醋,加上洗衣粉 简单的喷一喷 有条件再放点辣椒油 效果会更加好 不仅能杀虫,还能杀菌 之前下完雨之后一定要进行松土 尤其是连去下了很多天的雨水 这个土壤里面水分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松土 拿根棍子在土壤里面多搓几个洞 那个洞最好打到底下去 因为现在下雨我是没办法示范 但是一定要把土壤给松一下 这样子就减少很多烂根的问题 第三,清理杂物 因为下雨的时候很多的落叶 落花,落果等等这些东西 会掉到花盆里面去 如果长时间不处理 这些东西都是生肥 它会发酵 发酵之后会迎来很多虫子问题 细菌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我估计你也不想面对 大家记住喷杀菌器杀虫药的时候 是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再喷 也可以把剩余的这些杀虫剂 杀菌剂给倒到花盆里面 对土壤进行一个很全面的杀菌 要把张才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那么您会发现 港台台风来了只是一个好事 并没有什么坏事 今天罗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 发现很像这样 拜拜 拜拜